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夥伴 午安 我這個十分鐘呢 我用十分鐘來做一個開始 任何事情都有一個開始 所以就容我來成為這個故事的開始 好 在我的工作經驗當中 我這接近十年的最近的十年 我一直在反思一件事情 也就是我們通常會在溝通裡面提到 請聽跟續說到底哪一個是必須優先的 所以在我所有的輔導經驗裡面 這十年當中我在學習一件事情 就是先聽再說 先聽再做 那麼說跟聽之間 到底我要決定哪一個為優先呢 這是這個計劃的兩個探尋開始 在基金會裡面 推動的各樣的事務當中 融合輔導是一個新的方案 那台英道有徵詢所謂的 在學界裡面融合教育 都有很有經驗的老師們 他的第一個問題是 如果 他都是如果 機構的孩子有機會和幼兒園的孩子互動 由基金會來支持 老師願意輔導嗎 支持願意 兩個月以後 在台英非常積極的行動當中 真的就虔誠了 由機構和幼兒園 尤其是私有 願意參加融合輔導 老師願意支持嗎 又是一個願意和支持 所以這兩個問題其實 留在我的心裡面 有許多跟我自己對話的機會 於是呢 我的決定和我的思考是什麼呢 在我們的專業當中 融合是為所有孩子 創造的一個機會 當然這個機會 包括各樣的宣言當中所提到的 或者是對他們未來的影響 甚至他們現在 在他們的生活環境裡面 他們所面對的一個多元性 所以融合到底給孩子 我們要給孩子的經驗 從過去到現在 我的思考是什麼 那麼機構的孩子 當然是我們所有孩子的孩子 他必須是在我們考慮 教育領域當中 或所謂的早療服務當中 是要在一起的 那麼支持是什麼呢 支持很重要的是 我覺得身為教育工作者 是回應 尤其是我們在融合輔導裡面 我們的角色 也就是對於我們的 所有的專業人員 或者是提供服務的孩子們 我們必須要先關注一點 就是他們的專業成長的關注 為什麼要專業成長的關注呢 我常說有方法才能練心法 如果你沒有方法 你沒有辦法練心法 那我也非常喜歡支持這個詞 支持對我來講是什麼 有需要的時候我給 沒有需要我就撤 也就是當掌能力的時候我就撤了 但是當需要的時候我進來 跟大家一起學習和成長 我認為這是一個支持非常重要的意義 那麼在有融合的理念 或者是融合的行動當中 我們有的支持 當然最後就是一個意願 那麼在這三個面向上面 使我參與了明星和佳南的融合輔導計畫 我是怎麼思考融合輔導的呢 這上面有一個克制化這三個字 克制化其實就是我認為的使用者觀點 也就是說這個融合輔導計畫 要留下來的課程或者是教學也好 在專業能力的成長上面也好 使用者是誰 使用者是老師和孩子們 所以我一定必須先考慮使用者 那麼這使用者我是怎麼考慮的呢 是有三個面向 因為必須是機構的明星的孩子 進到家園裡面來 佳南當中來參與他們的課程和活動 因此佳南的優勢跟特色 是我第一個必須要思考的 為什麼講優勢跟特色呢 這個計畫只有一年 非常的短 所以如果沒有站在幼兒園 既有的課程上面來思考的時候 我外加進來的任何的課程活動設計 對於佳南或明星的孩子來講 他也比較是點狀的 因此他在既有的課程的面向上面去考慮 我希望不要是點狀而有機會成為代狀 好 那當然我也必須考慮老師的背景 和孩子的需求 也就是私立幼兒園跟公立幼兒園 其實是在課程取向 或者是在整個的經營上面 是有滿大的差別的 因此私幼的老師的專業背景 或者是機構的教保服務人員 他們要進行融合的時候 他們的專業需求是什麼 好 那再來我們就要想囉 明星的孩子進來 他們的需求是什麼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需求定位在 老師的專業面向上 以及孩子最重要的 社會互動的需求面向 好 那最後當然就是 等一下會有兩個單位 來跟我們講他們實施的方法 跟活動設計 就不由我這邊來多做說明 他們所說的就是我們共同討論出來 以及發展出來的方法和設計 好 那麼回到前面 我所思考的特色跟優勢來講 佳南它是一個多元 講究多元文化教育 非常著重多元文化教育 課程的這個員 那他們也非常有藝術的課程在當中 所以藝術就很廣囉 音樂 肢體活動 戲劇 那麼課程領導人 園長本身 他對於兒童戲劇有非常多的參與 他本人對於戲劇也非常地有興趣 另外 在他們的課程裡面有幼兒體能 那幼兒體能當然是外加的課程 可是他們的體能的老師 或者是幼兒體能工作室的合作 有長年的默契 所以這會成為他們很重要的一個課程基礎 那明星呢 我看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當我們第一次拜訪明星的時候 他們就提到他們即使沒有計劃 也仍然在他們社區當中尋覓私立幼兒園 希望他們的孩子能夠走入社區 或者是在一般的自然情境當中 能夠有機會跟一般的孩子互動 那麼在這樣子的一個先前的行動基礎上面 我也看到了非常重要的一個力量 是來自於明星團隊的相信力 和他們的凝聚力 好 於是我們在這樣的思考當中 我們看到了孩子的需求 老師的需求 以及我們輔導可行的方案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多做了一點點的事情 是資源的引進和結合 因為這個計劃 所以我們有機會 把不同於幼兒園這個課程 或者是明星孩子 還沒有經驗到的課程裡面 做了一些規劃 那麼我們希望在特色跟優勢 以及行動力的這幾方面 從創作性肢體活動 我一個研究生剛好是舞蹈系的 所以在創作性肢體活動裡面 我們的第一學期就有很多的示範教學 那為什麼要從肢體活動延伸到戲劇活動呢 因為戲劇活動是跟肢體的展現有關 它不僅有口語 它也有肢體 那麼我們第二學期的圖畫書 跟故事延伸的創作性戲劇活動 必須要建立在一個肢體活動的之上 那還很特別的是 我們在第一學期 等一下各位就會看到 這個合作多年的幼兒體能工作室 他們在融合計畫裡面的參與 當然課程調整的方法與實作 大家都已經前面的老師們也都說了 所以我也就不再說 那麼比較有趣的是 我們融合方案的延伸設計 我們回歸到家庭與社區 因此我們的親子講座是 兩方的家長共同參與 我們選了一個題目 就是不管你是一般幼兒或特殊幼兒 都家長都很關注也有興趣的 那就是專注力 那另外呢我們因為有 這個體能工作室的參與 所以我們有機會在社區裡面辦一個運動會 就是我們在延伸的部分 真的從家庭到幼兒園機構和社區 我們希望產生一個帶狀的連結 好 那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要交給佳南和明星兩個單位 來跟我們說我們的設計 還有我們是如何進行的 好 我們先請佳南的園長 謝謝大家 盧老師還有彈音 還有我們現場的園長老師 還有很多的教授 還有好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佳南幼兒園亞威園長 那我要再次感謝我們的盧老師 教導我們很多 讓我們有以下一些些的成果 那我接下來就會就 小機構跟小幼兒園的融合模式 來做分享 首先 我覺得小的幼兒園能夠做融合教育 最重要的是主事者的決心跟堅持 那在這邊我要謝謝我的媽媽 她也在現場 好 穿好舒服的媽媽 媽媽在醫院 特別跑來 我覺得媽媽給我一個典範 就是從以前到過去 我覺得媽媽白手起家 在過去很早期 因為嘉南是1978創立的 在那個時候沒有很多的資源的時候 而且小幼兒園最重要的就是家長的觀感 對嗎 我們很怕家長覺得 哎呦 嘉南怎麼會有很多特殊的孩子 有問題嗎 孩子 家長們可能就會離開 但我覺得媽媽的一個精神 就覺得 學校就要像教會一樣 就是接納很多不一樣的孩子 這一些都是上帝的小羊 所以就用上帝的愛來愛他們 那我覺得媽媽雖然 那時候的幫助很少 但是媽媽認為對的事她就堅持在做 所以傳承到我這一代 其實我就沒有經營者有那樣的衝突 就是好像招生跟這個好像是會抵觸的 我覺得我沒有 因為我看到媽媽就是這樣在做 所以傳承到我這裡 我也很自然地坐下來了 那到這裡就發展我的個人的特色 就是我的藝術的部分 也把它納到幼兒園 那還有過去在傳承擔任志工 這一些就讓我把這個結合成一個小志工的 小志工的一個課程 那對於家長來講都要體驗嘛 很多幼兒園 我們現在都在做體驗教育 愛心也是需要去體驗的 平革教育 我覺得生命教育 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沒有行出來的能力 我覺得孩子從小 要讓他成為有愛心有溫度的人 最好的方式就把它推到第一線 當然小志工做就對了 去幫助別人成為人家的幫助這樣 那所以這裡會看到 從過去一直到我們中間 一直其實我們都有在做 只是我們很久大概半年 或者是到聖誕節 唉呦 坐一下 然後點綴一下 但是我們都沒有穩定 而且也沒有經常性的 但透過王詹漾基金會的融合計畫 那我覺得很棒的是 我覺得我們小機構小幼兒園 最重要的是我們想做 但我們沒有錢 但我覺得王詹漾他們很有心 他們出錢出力 而且他們有非常好的資源連結進來 所以讓我們可以在這個當中 我們可以持續的一個月有四次 那我們跟明星我們也感情越來越好 所以我們每一次在發想活動的時候 我們就不單只是想說 欸 嘉南做什麼 明星做什麼 而是明星就會邀請嘉南 嘉南的活動就會邀請明星 我們兩邊就變成生命共同體 就變成好朋友 那這邊有講到我們的合作課程 就是創作性的戲劇 等一下在明星這裡會特別的介紹 那我這邊就依據我們很多的活動 包括家長對家長兩邊也要認識啊 小孩對小孩兩邊也要認識啊 再來兩邊的家長小孩互動 我們是一步一步來的 所以會看到有親子獎座 會看到有報家音 有融合運動會 還有我們有找聊的篩檢的活動 首先這個運動會是在大概一月的時候 是在上個學期要跨下一個學期 那個歲末的時候 我們就辦了一個運動會 這個運動會呢 我們學校很小 我們是六十個人的小學校 我們只有四間教室 我們只有一個操場 小小的空 不是操場 那個叫空間 所以我們就去申請封接 那我們的體能老師跟我們合作很久 但是他也是第一次 就是有一個融合的這樣 但我覺得老師很願意 所以我們就在外面的馬路上 就是變成一個大肌肉 孩子有爬行啊 然後孩子有很多彈跳啊 都是在外面馬路 然後進來操場裡面 有一些投籃球啊 進到四間教室就有四間關卡 有看到有疊疊悲疊疊樂 然後有兩人三角啊 兩人夾氣球啊 然後兩個人一起互動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啊 愛心就是要把大家 連結資源 把大家都找進來 一起做一件好事 所以那個志光箱子 他們的學生 也在這個當中 擔任很重要的志工哥哥跟姐姐 也來幫助我們 然後這個是我們第一次喔 因為我們那時候 就想說哎呦我們沒有辦過融合 我們不知道辦起來會怎麼樣 我們先小孩對小孩 接下來到了聖誕節的時候 欸 嘉南的小朋友 我們就一起出發到明星報家音 那明星的老師呢 也準備了很多的活動 我們一起在那邊 一起玩遊戲 一起聽故事一起唱遊 平常都覺得很稀鬆平常的事情 但是因為有兩校 一起 我覺得那個氛圍就不一樣了 小小空間 嘉南60 明星25 突然有七八十位的小朋友 大家都好興奮 然後互相送禮物 那在這個活動當中呢 也是我們各自辦了好 因為明星常常會辦一些 早期的篩檢活動 早聊篩檢 但是在幼兒園 我知道很多的公幼會承接 但私幼沒有 所以呢 我覺得很棒的就是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融合的經驗 所以當議員 他們想要推廣這樣的時候 首先找到誰 就先找到 我要找中和區的私幼 聽說這裡都在做融合喔 我找他們 就找我們 當然我們就非常的願意 我們就兩邊 又兩校又一起合作了 那一天啊 來現場篩檢的 不單是我們兩校的家長 還有我們很多社區 全部都來 那天大概八十幾對 九十對的家長 而且很多孩子是在那個當中 因為三間教室 我們就一間職能 物理語言 那你就會發現 很多時候我們的疑慮就是 欸 家長都不想讓孩子貼標籤啊 我如果幼兒園辦這樣的活動 會影響我的招生嗎 其實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招生的活動 為什麼 然後家長知道你是很正向的啊 孩子不管好跟不好 我們就是來做個篩檢嘛 來做一個健康檢查 然後在親子講之後 剛剛老師提到 我們以往也是各辦各的 但是在這一次很不一樣的就是 兩校家長 一起來 然後呢 不管是專注 後面還有 我們還有辦一個就是 我是噴火龍 有沒有 就是情緒管理的課題 這也是 不管你是普幼的孩子 或者是你是特教的孩子 家長們都很關切的議題 那透過這樣的議題 把兩校的家長拉在一起 就在上個禮拜五月十號 我們舉辦了一個幸福融合運動會 為什麼叫幸福呢 因為母親節嘛 母親節大家都會辦運動會 可是媽媽的心願是什麼 我覺得媽媽的心願就是希望 全家人都健康 我覺得都健康 就大家都在一起 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所以我們舉辦一個幸福融合運動會 兩邊的家長都一起來到這裡 沒有家長會說 哎呀怎麼跟人家一起 哎呀怎麼怎麼樣 都沒有 大家很開心的 我們的孩子跟孩子在一起 家長跟家長在一起 兩校一起舉辦這樣的活動 當然我們 在社區的議員們 也很關切 也很 也很關注這樣的活動 所以很多議員你前面會看到 不管你是藍的綠的 不管你是什麼顏色 因為幼兒園不想要被貼上標記 但是我只要辦活動 你藍的綠的都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活動也是 兩邊都來 都一起來關注 因為愛心是不分藍綠 超越藍綠的 所以兩邊一起來關注這樣的活動 我們的家長在那個當下 其實我覺得 除了母親節我們辦活動的以外 我覺得又多了一個意涵 就是又讓孩子們從這個當中 又學習到愛心 成為人家的小天使 我覺得這都是媽媽的心 這都是媽媽最喜歡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母親節辦了一個 這樣很有意義的活動 就在上禮拜 那 接下來呢 好 那每一次的活動呢 我們都會為活動 記下了一點點的小小心得 我都會寫在就是我的臉書上 或是家南幼兒園的臉書上面 然後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那我都覺得最重要的其實 對我來講融合教育 我覺得就是一個敞開的心 有時候對我們來講 只是一個小小機會 小小幼兒園 不過就是個融合課嘛 有什麼了不起 可是真的在孩子心裡面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舞台 就是一個很大的心願 我覺得我們在場的老師 園長會因為孩子的心願被滿足 所以我們就很喜樂 因為這個喜樂 就讓我們願意一直延續下去 所以這裡會看到我們 有好多的活動 我們都做記錄 包括我們的攝影師 也來做一些記錄的時候 我都把它留下來 所以要特別介紹一下 我要再一次 謝謝我們的盧老師 真的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小幼兒園 真的我們的資源最少 我園長跟老師 其實我們不常接受 這樣的特教的時候 只有我跟園長忙忙 我覺得我們要走很辛苦 但是透過盧老師在這個當中 成為一個很好的橋樑 所以在最後 我覺得辛苦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要做下去呢 因為我覺得 那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 所以未來我覺得 家難跟明星 或者是 我覺得我們的融合教育 都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但是我們會持續下去 因為我們有願意做的心 我們願意一起幫助曼飛天使 願意一起努力 所以再一次謝謝大家 好 各位早聊的先進夥伴 大家午安 我是明星兒童發展中心的簡報人 今天主要的簡報內容 明星這邊會簡略介紹 我們中心在整個融合 規劃發展的歷程 大致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初探期的部分 從91年開始 我們長達10年 都是跟同一間園所 透過融合能力的征選表 和前置的會議 一次呢 一到兩位的孩子呢 進行個別的融合 半天到兩天的左右的時間 但是因為呢 這個機會就會比較有限 所以比較少的孩子可以參與 那在擴大期的部分 從102年開始 為了讓更多的孩子 能夠有機會 能夠參與融合 我們嘗試拜訪社區當中 五到八間的友善幼兒園 運用活動式的融合來進行 但是人數多一次 可能10到20位 所以呢 成效上面呢 需要再多一些努力 那106年開始 因為有網站樣的融合計畫支持 讓我們和之前就認識的 嘉南幼兒園 開始連續一年 用穩定的頻率的方式進行 到目前為止呢 仍然保持密切上的合作 而且我們還發展了到 延伸到復興小學的 跟小學生一起進行共學 所以以上的多元的 從91年到現在發展的 各種多元方式 到現在都持續同步進行當中 那接下來呢 報告的重點呢 會放在八大課程調整策略的運用 來協助幼兒能夠融入參與 那我就以教案搭配照片實例的方式 來說明使用的策略 第一個 在同才支持策略的部分 是透過示範模仿協助作為基礎 像這個活動呢 就是使用兩兩配對的方式 請對方遠鎖的孩子 來做引導者提升彼此的互動 那我們的孩子呢 可能看到同伴做什麼 他就會跟著做什麼 當然有時候會慢半拍 可是他們都做得到 我們覺得非常的開心 那第二個部分呢 是成人支持策略 是利用成人的介入及少量的協助 說明示範 或者是帶領活動的老師 他陪同在旁用讚美鼓勵 或者是重複指令的方式來進行 那大家要注意就是 剛才教授提醒的 要不要太多的介入 盡量讓孩子有自主性的發揮 這是在成人支持的部分 再來環境支持策略呢 是調整物理環境跟社會環境 增進參與 像我們就是使用那個呼拉圈 作為視覺的提示喔 在移動位置的時候 讓孩子可以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位置 然後再回到那個原本的位置上面 所以這個是環境支持的部分 再來是用活動簡化的策略 就是調整物理環境啊 增進參與 像我們在這個部分 活動簡化抱歉 是指減少工作步驟 簡化複雜活動 像我們這個划船的活動呢 本來應該划船 大家應該知道就是比較麻煩嘛 可能就是要一些動作 可是我們就用這個搖桿的方式 你只要前後搖動 就當作划船了 所以這個是簡化了那個工作步驟 再來是隱性支持的部分 是在活動當中安排自然的事件喔 例如我們這個活動的故事 是小動物們要依序排隊記性 那我們就讓善於表達的孩子 穿插在其中 那提供了一些示範 那這個是隱性支持的部分 成人支持也一樣喔 就是我們的老師會在旁邊提示台詞 讓小朋友可以知道下一句講話 台詞是什麼 再來是素材調整策略 是將使用的道具背景器材 在高度尺寸大小上面做調整 那像我們這個故事呢 因為小動物的家很多 有洗衣機啊 樓梯啊 衣櫃 所以我們就把它做成大型的海報 利用伸縮棍的方式 讓小朋友可以自行的 只要他翻頁 就代表了又到了另外一個家 所以就是非常的方便這樣子 那再來是一個特殊器材使用的部分 就是剛剛有提到了 利用了這個補具增加方便性 提升他們參與的程度 像我們這個孩子行動上面比較不便 那我們就用他的推車 包裝成白色的大蘿蔔 因為我們的故事是拔蘿蔔 所以我們就把它包裝成白色的大蘿蔔 當拔蘿蔔用力拔起來的時候 那個推車就把它往前推 然後他就感覺就是啊 把那個大蘿蔔拔起來的感覺 所以就是又有戲劇上的效果 所以這是特殊器材的運用的部分 再來這個環境支持也是一樣 就是有地墊的一個提示 最後呢就是一個是幼兒喜好的一個調整策略 就是我們依照幼兒喜歡的角色跟道具來安排 那像我們這個是小BB的小朋友 他喜歡那種敲敲打打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讓他擔任那個建築師傑克這個主角 然後他就很能夠投入這個角色 然後完全非常的勝任 接下來呢我們就分享那個 孩子參與活動的一個改變 那像我們的孩子呢 原本開始可能就是去的時候 就想要倒地啊 然後遊走都不想配合 那漸漸的他就可以參與活動的進行 或者是我們有一個觸覺防禦比較高的孩子 在肢體活動上面 後來他也可以慢慢的增加一些社會互動啊 口語表達跟遵守團體的規範 然後最後呢是我們的回饋省思的部分 那我相信融合教育是幼兒權利的概念 大家都能夠理解認同 但實際上在推動及實務操作上 仍然有許多地方需要努力喔 這次藉由計劃的關係 有機會和佳南這麼友善的幼兒園進行合作 又接受盧老師專業的指導 那獲得非常學習的 許多學習跟反思 那我們的專業夥伴其實在專業智能上面 也獲得許多學習 請問我們的那個Jubb老師 跟我們做一分鐘的分享就好了 不好意思 就是專業智能的學習的部分 然後我就報告一下我參與融合計畫的部分 就是有那個 用那個故事戲劇和乾薄薄去融合的戲劇中 分享一下我的心得怎樣 然後剛開始 在帶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要叫暗的撰寫 還有如何將活動流暢怎樣 然後我們就思考著說 如何要把肢體的動作帶入戲劇中 然後他使用課程調整策略 然後小朋友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讓他們去模仿 將肢體動作模仿故事中的角色 譬如說像兔子跳啊狗啊動作的模仿動作 然後當他們有前身的肢體動作帶入戲劇之後 我就發現說他們在戲劇裡面演出的時候 扮演的角色更生動 然後接下來在戲劇中 盧教授就有建議我們說 故事的時候可以用演的方式 然後將繪本用重複的劇情的時候 可以引導小朋友和我們老師一起說出 或者是說用田中劇的策略 然後我們將改編的策略套路到戲劇活動中 發現小朋友的語言進步了很多 就是在活動中他們都會說 我可以搭船嗎 或者是說我可以扮演乾伯伯嗎 都是很踴躍的參與 戲劇活動就是我們都每次都會有不同的調整策略 然後使小朋友更參與 然後當下我看到的小朋友 可以開心的和小朋友 一般的幼兒一起互動 那我覺得這個融合的意義是非常有價值的 那感謝基金會幫我們連結了 許多專業人員的參與 還有家人員所 還有盧教授 給我們的一些支持 讓我們更有前進的動力 謝謝 好 再補充一下 我們認為機構的支持跟理念也很重要 那因為有確實有很多 額外花費在時間跟人力成本上的考量 那謝謝我們中心的許麗珠主任 他今天有來到現場 那給我們很多的專業人員 還有其他工作同仁的一個支持 那最後呢 我用一個盧老師給我們的一句話 作為我們單位的一個結尾 就是當初我們的那個行動不變的孩子 不能參與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掙扎 就是說 他在參與上面會不會有一些困難 可是盧老師給我們一句話 就是他說沒有不能融合的孩子 只有不願意讓孩子融入的環境 優先考慮的是要給孩子機會 用專業去支持回應 這個這句話讓我們非常 就是帶來很大的感動 那謝謝盧老師 也謝謝王正亮基金會 跟加南幼兒園 謝謝 那最後請我們盧老師來做結尾 謝謝 謝謝兩個單位的分享 我個人非常喜歡一本書 就是法國很有名的一本小書 叫做小王子 我常常在想這些孩子 在人生的歷程當中 他們所遇到 他們進到的每一個星球 或遇到的每一個人 甚至那隻狐狸跟那朵玫瑰花 其實在他們的生命歷程當中 都是重要的 因為一旦遇上就會不一樣了 所以我相信透過基金會的 融合輔導的計畫 明星的孩子 明星的老師 明星的老師 明星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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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我自己 我們在不同的星球上相遇 一旦遇上就不一樣了 我希望這是我們對 回應孩子的需求 以及我們回應融合的一個意向 好 就跟各位分享 謝謝